好的 看完珍珠丸子的做法之后呢 接下来要教大家制作的是中式的糕点 芋头螺旋酥 我们来看一下所需要材料有哪些 制作芋头螺旋酥所需要的材料有 水油皮部分 中筋面粉130公克 水60公克 酥油55公克 油酥部分呢 低筋面粉80公克 酥油40公克 内馅部分有 芋头300公克 无盐奶油30公克 糖粉35公克 好 安妮最喜欢吃甜点 先来看秦老师帮我们制作吧 对 我们今天这个算甜点 这个所谓的螺旋酥 它是表皮是有纹路的 旋转的 还有就是说 它造就这样的螺旋层次 是因为皮的关系 所以我们做中式点心 首先会做水油皮跟油酥 这两个皮结合在一起 然后经过不断地这样子 一直擀摺叠 它就产生了层次 所以我们要做中式的层次的皮 首先要做水油皮 水油皮 对 因为水油皮做好了之后 面团揉好需要松弛 油酥不要松弛 所以所谓的中式的甜点 糕点这个酥皮 它的皮是分两个部分 是水油皮跟油酥 水油皮顾名思义就是 有水 有油 那当然还是中筋面粉 中筋面粉就全部倒下来 水油皮是中筋面粉 那它的油酥的部分 就是低筋面粉 对 好 这个油 面粉进来 然后这个奶油 然后水分就倒进来 这有水有油了 水要分次加入吗 就全部倒下来 我们现在稍微拌一下 好 我都告诉大家 就是说在制作的时候 当干湿材料混合成团 尽量借用道具 你开始不要用手 用手的话 你就觉得这样 实实黏黏的不方便 好 现在水分没有了 你就直接用手 我们都直接用手 这个部分不要戴手套 好 这样要戴手套 就会更有时候会沾黏 我们就用手 让它这样搓揉 水油皮就是有水 有油 让它成团 所以今天做的芋头揉旋酥 主要是用到三支的芋头 对不对 三支芋头 三支芋头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现在很棒的就是说 这些农产品都不需要 不需要什么讲究季节 好像一年四季都吃得到 很松软 很松 而且有香气 也是有香气的 三支原本是一个 朴实的农村 所以这三支箱农会 它为了就是说 结合着地方的资源 还有自然景观 还有艺术家的这个芋头的这个气息 所以近几年就积极地想要把这个 朴实的农村改化 就是变成观光的休闲农村 所以每到假日的时候呢 都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往三支去游玩 现在看起来十年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有耐心点 把这些材料混合慢慢地搓揉 让它成为一个三光的面团就可以了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借用刮板 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做点心的一个刮板 稍微让它聚合一下 好 它就比较好操作了 我们再揉一下 再揉一下 好 原则上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我们说的三光就是不会沾黏了 手你看不会沾黏了 然后这个盆也不会说是湿答答的 那这已经成团了 虽然现在这个面团看起来很粗糙 不光滑 但是经过松弛以后 它的延展性 筋性 会比较好 还有它的外观的光泽度就比较好了 好 我们为了这个 就是有的时候加成制作 或是我们为了说省事了 不要再洗这么多的道具 我们这可以先放着松弛 但是要包起来 要不然它会风干 对 好 那这现在呢 我就来做这个油酥的部分 那油酥呢 它就是有油跟粉 就两样材料 它不会再加水 那这个大概松弛要松弛多久的时间 我觉得最少也要20分钟 20分钟 但是如果有的时候赶时间 我们也等不及了 我们大概也是10分钟就可以做 就是有让它松弛就可以 对 有松弛 我们松弛目的我们就常讲 就是让你的面团看起来更漂亮 还有在制作的时候更方便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它这样揉合到均匀就可以了 对 像这些松弛闪闪面团 就是让它聚合成团 这个地方没有所谓的雏筋 你随便乱抓都可以 只要成团就好 还有就是这种油酥 基本上就是面粉跟油 平均的这个配方比例是2比1 就是面粉2 油是1 换句话说 你今天用任何的油 你都可以以这样子的比例 来制作油酥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稍微聚合一下 因为它没有水分 所以它聚合的这个 不是说一下子就让它用力搓成团 这个没有办法搓成团 因为你看它这个就是油酥 一下子就散开了 真的耶 对 它所以说它没有筋性 所以只有油嘛 所以就慢慢地 所以要把它聚合在一起就好了 对 但是我们现在来做芋头了 今天这个芋头螺旋酥嘛 重点 重点就是芋头了 那芋头我今天准备300克 那300克是去皮的重量 那所以第一个动作 你就把这个芋头 把去皮 去皮削片削小块 切小块去蒸熟 蒸软 你看我们现在锅里面 就已经有一个在蒸了 就这样子切小块 它有没有软啊 你用这个叉子 擦一下看一下就知道了 你看很容易压下去 有没有 只要到这程度就可以了 对 压下去 那我们现在开始这个制作 就是蒸软了以后呢 趁热加上糖 糖 它那融化在里面 对 融化在里面 当然我们现在取得食材都很方便 我们讲究就是说 我们来加糖粉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买到糖粉的话呢 你就用细砂糖 总之这个部分尽量在细的部分 热的部分加油 这一定要加油哦 不加油的话 这个芋头泥当作内馅吃起来 干干的 干干的 这乳梗在喉啊 吃起来不顺口 好 趁热呢 把这个芋头泥啊 把它压碎 压软 那我们在压软的同时 借用它的温度 把奶油一口气倒下来 直接加糖 你看 加糖 加奶油 趁热 那有温度啊 有温度 奶油也容易融化 而且有温度呢 这个芋泥啊 芋头就很容易 你看 很容易就压碎了 所以第一个就是 手工的你就放在餐盘上把它压碎 第二个的话就是 把所有材料倒在这个料理机里面 不是果汁机哦 因为果汁机需要有水分 它才会打得动 所以家里有一台料理机真的很方便 对 我们就自己制作 芋头泥的这个内馅 好 我们先放这边 好 直接打 而且很快哦 那有的时候量比较多的话 你稍微可以稍微拌一下 让它均匀一点 这个是一个必要的动作 其实有一点点的颗粒 我觉得还可以了 就是有口感 好 再看一下 你看它已经成团了 很快 所以说如果不介意口感颗粒的话 是无所谓的 那有的人很希望说这个芋泥吃起来就跟豆沙一样 非常的细致 那怎么办呢 过筛嘛 用那个像我们在过那个豆腐 筛网一样 那就可以了 好 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打一下就变成一个团状 一个芋泥团了 质地很细密 对 那我们现在这个芋泥已经打好了 现在还有点温度 还有点黏熟 如果有时间的话 这个部分呢 就可以放冰箱冷藏 冷藏以后它比较凝固 而且不会有温度 不会黏熟 这个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最好把它分块 像我们今天的配方 我们可以做出12个 你就可以分出一份一份的 那这个比例呢 大概就是30克到40克之间都可以了 好 那你看我们现在 内馅也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要来开始制作了 好 你看哦 这边又来一个 这边又有一个要注意的 我们这个松弛时间呢 担心不够 但是这个不用松弛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分割 我们在分割的时候呢 先分它 我们在分它的时候 它可以继续松弛 没错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呢 要做12个 芋头书 螺旋书 我们要做12个 但是呢我们来分割 来分6个 6个让它变成12个 好 那你看这个水油皮 你看我们在做内馅 在做这个时间 也不知道是5分钟还是10分钟 你看它的筋性就已经产生了 稍微有延展性 所以松弛对于面团来讲 是一件很重要的 你看它就不会断了 好 我们同样的把它 这个稍微粗细稍微整一下 我同样的也切6份 好 你看我们水油皮 大概已经分好了 对不对 对 分好了 不要弄错了 是它要包它哦 不要它 包成它 你看它这个是比较小 这比较大嘛 很明显开分 大包小 对 大包小 来 我们把它包进来 包进来 就这样子 很轻松 你看 包包看 好 这个没有技巧的 只要让它这个封口封好了 就可以了 好 放着 来 稍微椭圆形一点 有助于下面的动作 我们现在要擀开了 我们要让它有层次 现在动作就是这样 第一个动作 水油皮 包油酥 第二个动作 把这个要擀开 长条形 擀的时候不要破了 破的话我们就说破酥了 如果酥就跑出来了 好 轻轻地从中间 擀出去 好 从上面 再回来中间 再擀下来 好 一只手就可以了 左手这样子 卷起来 放着 好 那我们现在 擀第二次的时候 就很重要了 我们现在首先 这个接口这边 朝上 朝上一定有原因的 等一下你看就知道了 好 轻轻地压下去 一样从中间开始出发 从中间往上推 这边一定要推出去 不要有的人就是擀 擀的话就留了迷一点 凸起来的 推出去 中间回来往下推 这个时候尽量擀得越长越好 因为长一点的话 还可以卷更多 就多 然后卷起来 这个地方尽量不要让它破了 好 轻轻卷起来 你有没有发现 比它短一点 有 而且厚一点 对 因为我现在要让它 等一下擀开了 这个地方不要太长 太长的话你等一下擀开 就不好擀了 好 就这样子 我们现在六个就要变成十二个了 好 那我们切开 每一个切开 你看从中间切 轻轻地用锯的 你看刀口 里面好多切 就有螺旋 这个现在切口朝上 来 排队放着 好 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我们现在刀口朝上 我们总是能 总是要把它擀成一个面皮 来包它 所以说我们要擀了 首先你就开始这样压下去 一定是压匀 就像我们在包水饺一样 你不可能这样直接擀 对不对 这么厚 所以压平 那这个地方就不能这样转了 因为它很黏 而且这边不能随便撒粉 撒粉你的面皮就硬了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 擀面棍从中间推出去 轻轻地推出去 你看它螺旋都在 我们烤完以后它都会在的 好 这个直径一定目测看起来比它大 这样就可以了 就可以包得起来 可是我们现在要包的时候 接触擀面棍 这边是正面 好 拿起来 翻面 拿起来 放在虎口 我们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让它兜起来 对不对 这边不需要像什么包包子弄折 因为它是底部也没人看到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让它这样粘合 密合 所以借用虎口 因为虎口收尾 收这个封口很好 就是说它比较这边会圆弧 不会这样皱皱的 好 粘紧以后呢 稍微整理一下 整形一下 甚至于你可以稍微动一下 直接放在烤盘上面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温度的时间是 平均是25到30分 那上火呢 180 下火160 哇 老师我已经迫不及待耶 对 闻到香味了 要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有熟啊 它颜色有变 而且有比较大的 浓松了 它纹路都出来了 哇 有耶 螺旋 而且它酥酥的 对 如果说还没有熟的话 是不可能出现这个纹路的 哇 有了三支芋头入菜的 这个芋头螺旋酥 终于完成了 我们来复习一下做法吧 现在来复习一下 芋头螺旋酥的制作方法了 一 中筋面粉加水 酥油搅拌成水油皮面团 盖上保鲜膜松弛约20小时备用 二 低筋面粉加酥油搓揉成团 三 芋头去皮切块蒸熟 趁热加入无盐奶油 糖粉搅拌成芋头泥 分成12等份 冷藏备用 四 将水油皮面团分成约40公克的小面团 油酥分成约20公克的小面团 五 将水油皮面团包入油酥后 再擀成椭圆形 接着卷成圆柱体 待面团松弛后再擀成椭圆形面皮 接着再卷成圆柱体 六 将圆柱体面团切割为二 切口朝上擀成圆片状 包入一份内馅 收口粘紧后放入烤盘 七 烤箱熨热后上火180度 下火160度 烘烤约25到30分钟就可以了 好的 今天教您制作的四样点心 你都学会了吗 其实生活中随手都是创意哦 只要你肯用心 大家都可以是生活创意家 今天非常谢谢孟老师 谢谢 谢谢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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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